哦 该剪头发了 看我这头发特别没型了 疫情到现在 我都没有出去剪过头发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OM的频道 对我今天穿的稍微有点暴露 因为我就要当你们的小白鼠去试一下 我最近Instagram上买的一些衣服 为啥我今天要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发现最近Instagram上一些我的小的单品 会被你们经常会问到 我是怎么找到的呢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就是我最近因为 开始喜欢买衣服嘛 然后他就会自己推送给我 我买了一单以后 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的 推送给我其他的这种店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也会每一个就是穿上身给你们看 然后给你们讲一下穿上去的感觉吧 OK 就是这样子一个 我给你们当小白鼠的视频 首先呢就是我身上这一条 首先呢就是我身上这一条 它是来自这个Sable Skirt 比较鲜有点像迪士尼再淘公主那种风格的 来的还挺快的 但是呢有一些扑朔迷离 第一单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但是第二单就来得很快 7月15号下的单 然后现在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就到了 那Instagram上小店 它所有的寄送时间 我觉得都还挺慢的 比起Aresia 比起H&M Zara这些 他们总体来讲 我感觉都是差不多要两周 特别是这个 当时这个奶牛帽子 也很多人私信问我说 这个来的快不快 我就说不是很快 我记得三个礼拜到快要一个月 它才到就那一单 所以对 如果你OK等的话 你可以下单试试 首先呢我现在身上这一件 这一件裙子我觉得非常挑身材 我买的大小是家小 就是露的真的很夸张 你可以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外面加一个外套 它上面不是简单的白色 你看到吗 它就一条一条的棱 我还挺喜欢这一点的 肚子这里你稍微吃多一点点 就不能不怎么能穿 它对胸部的要求还蛮多的 我刚上身我就发现 其他地方都很贴身哦 但是就这里就感觉 在我身上有些松松垮垮 那我现在穿的是家小的 大小我不觉得紧绷 因为它整个质地是非常有弹性的 应该还挺美的一条裙子 包括后背 还整个就是比较性感的风格吧 叫Blanka Dress 对于这个59块9的价格来说 价裙子是一个hit OK然后下面一个呢 是我买的一套睡衣 这一套定价在81块96的睡衣 来弹幕跟我一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下单这个 因为它可能有些网站上照片 真的是拍得很好看 你看这张照片 这模特在海边沙滩干干净净白白的 问题是这个衣服 你看这里 让你们想到什么 可能会有人说油字 但生过小孩的人第一会想到的是 认身纹 像不像 整个衣服都是这种感觉 这衣服就 它是这样子上下两个 黄色横条的 这个 对不起讲话有点不顺 这衣服自己不是很喜欢 来了以后我觉得 哦那既然来了以后 晚上睡觉应该还是会穿的 但是 穿了以后可能就不太照镜子吧 这就是我来的第一单 Savvee Skirt 可能过几天呢会来另外一单 另外一单我觉得会东西比较好看吧 然后这一单过来打税 打了23块钱加币 就这两件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Instagram小店叫做my mom made it 我妈做的 或者我妈成功了 像今天早上查理下来 就会跟我说你穿反了吗 没有穿反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没有外面这一个衬衫 是我自己搭的 里面这个呢 会稍微露一点 然后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窄 上面是这样子 有点像运动小背心吧 白色的点点单单的 商标在后面 就他们家那个my mom made的商标 裤子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 上面呢是像橡皮筋这种 然后下面其实有点像男生的boxer那种感觉 这样子一条 我觉得A1好像他们家也有类似款吧 但是我就非常喜欢 最近非常喜欢这种 干干净净的一身白的颜色 它呢会稍微硬挺一点 就感觉你可以穿到外面那种 不是非常的内衣感 如果你觉得露太多 你还可以搭一件外套 再这样子一身白 显得屁股也挺翘的 但是你需要穿无痕的内裤 因为它也是属于比较柔软的 对吧 而且还可以用这个运动 这套衣服我非常喜欢 HIT 在旁边还有一条线 就没有这样线的话 它就是一条秋裤 下面是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我刚刚昨天整理了我的车 我把所有的这个门把手这边全部都消毒了一遍 是不是现在很干净 今天呢给你们展示一下 my mom made it的第二件衣服 但是这件衣服呢比较厚 是属于秋冬可以穿的 我是觉得颜色挺好看的就买来了 虽然是个小裙子 但是给我那种酷帅酷帅的感觉 它是这样子其实蛮学生妹的 下面是这样子的摆折裙 一个墨绿色这样子的颜色 其实这件衣服它的质地啊 现在是挺厚的 导致我现在头发已经有一些出汗了 但是我是想配 我现在脚上这双靴子穿它 就是它这件衣服更加适合秋冬穿吧 目前看上去感觉质地摸上去也不错 没有那种凸起来的凸出来的线头 就比较像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网球裙的风格吧 我好喜欢这件衣服 就这个颜色也看起来皮肤啊气色都很好 拍照还挺好看的 它是一个很显妆好看的衣服颜色 我脸上是gingerly和molled over 哇这个好好吃啊 我妈买的薄米花 OK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另外一家小店 Princess Polly上买的衣服 上身的穿搭感觉 我现在已经没有他们了 因为他们已经在寄回和退回的路上 退货率在我这边90%多 就真的买了好多 但是只留了两个单品 来首先我们一个个的解读一下 第一件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beige 这种干干净净的颜色的一个romper吧 它就是上下一个连体的 这件衣服是我觉得就还可以质量上还不错 所有衣服他们过来的时候 我都发现有那种非常重的化学味 我一打开箱子哇那个味道就扑面而来那种 再加上它的价格就是跟它的质量 来的质量非常不匹配 我会跟你们讲 它的质量比较像Forever 21那种 很多衣服上都是在身上感觉渣渣的 成本只要10块钱那种 就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他们这些衣服的卖价在15美金到20美金以下一内 我是可以接受的 不想留完全不想留 好那我唯一留的一条裤子呢 是这一件 但这一件它是Lioness那个牌子的 并且这个裤子就是旁边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剪裁上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那种cut吧 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一条白色的裙子 哇线头到处都是 并且它在身上整个就是黏糊黏糊的 感觉完全不透气 整个汗流浃背的感觉 能骗小孩子的那种衣服吧 你好漂亮哦 蛤 你好漂亮哦 我好漂亮哦 I don't know Charlie 再接下来就是这个Bella Wu Sweater 这件衣服它卖60块钱 这价格都是美金的价格 就60块钱这个就还可以 不会说到非常渣 但也是我把袖子这样撸起来 也是一股那种浓浓的化学味 然后再下面一个是 我跟那个Sweater一起搭配的黑色这个小短裙 你知道我可以接受短 但这个也未免太短了 是那种直接 为什么不直接穿安全裤出门算了 就真的非常短 大小也正合我的大小嘛 它的腰线那边正好挺贴我的腰的 如果我再买大的话肯定会往下垮 就是那个裙子的设计 根本就是基本半个屁股都在外面那种 就没法往外穿 也没法拍照那种 很多时候就有些衣服 我可能平时发Instagram 我不会tag它的品牌 因为我觉得质量方面 就是大家不是那么值得去买 可能拍出来好看 但这种裙子就是我连拍照都不会想穿的那种 接下来这个Katia Body Suit 乍一看还不错 但这个对身材要求太高了 因为它比较没有剪裁 它直接前面就弄了一个平的那种 所以这个再加上我买的US2 也是我的大小 它整个网站上的大小都非常不均匀吧 我买自己的大小经常来了以后 就发现整个穿不了 然后后面也是它没有办法扣上去 再接下来呢是这个 哦这个Cardigan 哇这个毛衣可厉害了 它整个是毫无形 我不知道是不是挂坏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脖子这里肩膀这里 它整个就是软绵绵的 我把它反过来穿 就是说放在腰下面那个地方反过来穿 好像都是可以的 它就没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 就是哪个是肩颈这边 毛巾的质地就非常cheap 就是你在PetSmart可能会买得到的 就有些PetSmart的那种卖宠物的东西 都还要比它质量好那种毛巾质地 然后它卖67块7美金 给我的话我觉得可能8块美金 不能再多9块好不好 9块吧 再就是这个Shorts Imani Shorts 这个卖40块钱美金就不贵 但是呢它的形状也是让我觉得很奇怪 就它到底要怎么样 它的腰线那边收的是挺紧的 还是很短就跟刚刚那个黑色裙子 是一样就无敌短 再加上它整个是有点像A字型打开 有点像网球裙那种不够长的感觉 然后让屁股的两边就是这个地方 显得特别宽 型不好看吧 再有一个这个blue light glasses防蓝光的那个眼镜 这个眼镜30块钱我这个打算留 虽然我不知道它真的有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戴上眼睛还比较好看 再加上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蓝光眼镜嘛 我想说可以剪片啊平时可以用一用 还有这个Catherine jeans black denim 那个也是50块钱美金 它的质地上来讲 如果你在yesstyle上买过衣服的话 就跟yesstyle上质地差不多 但yesstyle卖的非常便宜嘛 就是大概15块钱20块钱这种 它要卖50美金 所以呢最后总结一下 princesspolly这个网站我是以后都不会买的 它是一个在我这边这一次 完全完全踩到雷的一个ins上的店 好了以下呢就今天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我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还是要在旁边给我个赞 给我点鼓励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请点击旁边关注我 以后有更新的话就能收到提醒了 然后啊我想征集一下 就如果你们有什么觉得好看的ins上的店 或者是淘宝上的店也可以 就可以给我店名 然后我如果觉得好看的话 我们可以之后再出一期这样子的小白鼠视频 好那今天视频呢就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